新年級的考試 我們現在溫習一下 這題我們看一看 顧客購買電腦 可選擇 A B兩種分期付款方式 首先我解釋一下 什麼叫分期付款方式 有些同學不太知道 什麼叫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方式 即是分開幾次 去付錢或者分開很多次去付錢 例如買什麼 我們可以分期付款 例如買電腦 或者有時候買一些 大型的電器 為什麼我們會用一些大型的電器 或者電腦這些才會分期付款呢 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銀額大 即是說他貴 我們買的東西 要一次過付很多錢的話 有些人就沒那麼想 因為我其實一個月 可能每個月有的收入 其實是 都是只有一個數 而每個月的支出 也都每個月都有同樣的支出 但是忽然間 如果你為了買一件東西 例如買一台電腦 忽然間今個月的支出大了很多的話 可能會影響其他的支出 他可能就會 其他地方沒有那麼多錢 那不如這樣 我們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就是 可能分開不同的月份 就是可能一個價錢 這裡一個價錢 他分開不同的月份去給 這樣的話每個月就 給一部分 給一部分 這樣 但是既然講起這個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有分是 是 有式分期 還是沒有式分期 什麼叫有式分期和沒有式分期呢 即是說 有時有些分期付款 他會說明 如果你要用這個分期付款方式 那麼 其實你的總數加起來 其實你是比貴了 比起你一次過付錢 會比貴了 那這些就叫做有式分期 即是說呢 他會算起來 當那個叫做利息 那樣 即是你要給多些錢 總數你加起來 是給多些錢 但是如果 那有些同學就問 蛤 那為什麼呀 比貴了啊 我一次過比就更好 是不是呀 不用比貴了 但是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這樣分開 可以逐個月給一點 逐個月給一點的話 可能對於我們的消費 平時我們的消費的情況 就會好一點的 對了 所以分期付款 這件事 你們如果多些留意一下 日常生活呀 可能有些店舖 都會有寫 這個電話可以用分期付款方式 這樣去買 甚至乎我們買樓 都會有這個分期付款方式的 就是說 不是一次過給了那層樓的錢 可能是 逐個月逐個月 這些叫做供款 即是說要給那個費用 逐個月逐個月去給這樣 對了 那這些字眼 就是好像剛才我說的買樓 都有時候會用這些字眼 首期 什麼叫首期呀 即是我首先給了第一次的錢 第一次 我們就要第一個月給了這個550元 然後半年呢 這半年都 每個月 每個月 是供款 這些字眼都好像 剛才說的買樓 那樣的 首期啦 然後每個月的供款 那就是 這個225元 那就是說 這個分期付款方式是怎樣呢 那我可以畫一畫個表出來 你容易看些 A這個付款方式 A這個付款方式 它是怎樣呢 首先首期 第一個月 550元 然後半年呢 就 225元 那其實真的有多少個225元 半年就是 6個月 對吧 那就是可以這樣想 我畫一畫圖 對了 那就是有6個月 這6個月都是225元 好了 那總金額是多少 那其實你看得出 我們加了它 那但是這裡其實是重複的 重複我們就可以用成法 所以呢 其實就是 550 加什麼 225 乘以6 為什麼要乘以6呢 因為它有6個225 它有6個225 那我們就會這樣計 好 那我們呢 可以 計上去 那我不 和你們逐步逐步計了 我們這個 其實就是 加起來是 1900 記住 我們要計算了 乘法 才算這個 加 記不記得 我們一定是 這裡乘了 先 然後再加這個 因為 先乘除後加減 然後 我們第二 這裡 顧客 如果用 分期付款方式 B 這次呢 另外一個分期付款方式 它說呢 它是無需付首期的 但是它要半年 每月公款 的公款 那個款項 是比起A 是多85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 B的付款方式 它是有6個同樣的數 而這6個同樣的數是什麼呢 225 加多85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不用給本身這個首期嘛 是不是 那它就 6個月呢 都是這個數 那真的簡單來講 這次就是225 加多85 然後一次過 乘以6 這次有點不同的 所以呢 我們就會說 將這兩個數字 加起先 因為我要用括號 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我這個括號 其實是代表 每個月 其實它真實要 給多少錢 真實是要供多少 因為它 每個月給的款項 比起 A這個計劃 是多些 所以我們就多了85 就是將這個數字 加85 然後一次過 把它乘以6 所以 的答案就是 1860 1860 那你會看到 真的有不同的 哪個方法會 比較便宜 就是 B的方法 B的方法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我們再溫一下其他題目 試一試 這次下列哪一道 乘式的結果 是和這個12乘5 再乘8 是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 我們 留意 其實這裏 這個課題 其實就是 速算的課題 乘8 是有速算的 乘8 如何做速算 我們可以留意 看一看 12乘以5 乘以8 首先 我們可以這樣想 如果將12乘以5 乘以5 其實有一個速算方法 其實就是乘10除2 乘10除2 什麼意思 12乘5 其實就是12乘以10 再乘以2 其實12乘以10 就是120 就這樣貼個0 在後面 再將它除以2 就是60 對 所以這裏 會變成 60乘以8 是沒有問題 這個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不會是答案 因為它要我們找個不相同 好了 繼續 下面這一步 如果它是不是會變成120乘以4 我們看看 如果這裏 如果我們將這一個8 它是不是可以拆開 變成4乘以2 對不對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想 這個12乘5 再乘2 即是我這個乘5 再乘2 將這個12乘5 再乘2 再乘 剩下這個4 那其實這裏 是不是正正是120 對嗎 那就是120乘以4 就是這個 對不對 我們不用真的乘 它出來的 我們看一看它的速算 繼續 12乘以5 再乘以8 就看了 今次我們可以 看一看這個 是不是可以拆做 6乘以2 對嗎 6乘以2 為什麼我會這樣拆呢 因為我知道 8乘6 等於48 所以如果我把這裏 6乘8 48 然後 2乘5 就只有10 其實這個也對 對不對 最後 為什麼我們會說它錯 很簡單 其實 我們就在這個 12乘以5 乘以8 這裡 你看一下 其實8 5中40 前面這個是12 其實它應該是12乘以40 怎麼會是6乘以40呢 對不對 其實這些題目 一看 其實這樣看 就會看到答案是誰 但是為什麼我提提 都和你們這樣檢查一次 因為我想乘機和你們溫習 記住 平時溫習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的 可以 就算做完了 這些題目 練習題做完了 都可以這樣嘗試一下自己溫習一下 逐個逐個都嘗試 OK 好繼續 這次它說草莓是有188火 每9火裝成一盒 如果把餘下的放進其中一盒 記住一下 這次它會把餘下的放進其中一盒 那該盒有草莓多少火 留意了 我們把它計算一下除色 因為一看題目我們就知道 如果要每9顆火裝成一盒 其實就是除法 我們把它除以9 9二一十八 然後這裡 我們 餘下這裡是8 但是8 我們9成不到 9乘1 已經是9 大過8了 所以我們索性這裡是0 對不對 我們這樣做的 好了 即是20余8 咦 我們留意了 即是說我們裝了20盒 裝了20盒 如果把餘下的放進其中一盒 即是說它要把這8火放進其中一盒 已經裝滿了的那裡 究竟那一盒有幾多粒草莓 噔噔噔噔 它本身一盒裡面有幾多的 它本身一盒裡面有9粒 如果我把這8粒放進去 就是9加8等於17 就是這個 留意它所說的東西 你留意 整個答案我們計了20余8 你看到原來答案又不是8又不是20 是不是 原來它要我們計的東西就是這一句 它要把餘下的放進其中一盒 它不是在問我們有幾多盒 不是在問我們有幾多火 它是在問我們究竟餘下的那些 其中一盒 我們之前裝好的 究竟這裡是有幾多火 它不是在問我們的餘數 它是在問我們總共加起來有幾多火 OK 記住留心留心看題目 好繼續 我們看看這一題怎麼做 這裡它就說 每瓶 留意這些單位 每瓶薄荷糕 就收這個價錢 然後薄荷糕 約店上月就賣出了薄荷糕 3箱 這裡它是說的箱字 然後每箱 就有6瓶 那究竟總共賣出的薄荷糕 共收得多少錢 首先我們計一下它究竟賣了多少瓶 它賣了多少瓶 3箱 每箱有6瓶 所以3乘6 等於18瓶 對 這裡有18瓶 好了 那這個 33元 5個 首先 就是 33元 乘以18 為什麼 因為 我們有18瓶 所以我們把33元乘以18 其實就是總共多少元 那不如我和你們一起計一次 兩位數乘兩位數 33乘28 我知道有些學校會要你們計了保零線 然後13乘3 13乘3 然後才計這個個位 8 3 24 8 3 24 24 加上這個2 26 然後 就是這裡 加上去 4 9 所以這裡是594元 但是要記住 我們還有角 5角 如果有18個5角 因為其實這裡總共是33元5角 那 這裡總共有18個33元5角 我們計完 有18個33元 再計上有18個5角 那所以 我們如果 這裡 18個5角 其實就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呢 乘5 即是把它乘5 其實乘5 剛才我不是教過你們 乘5 我們可以當成 乘10 除以2 即是把18乘10 再除以2 其實就是 180 再除以2 就是90 即是這裡是90角 那我們留心了 如果這裡是90角 其實就是多少元 即是9元 即是說 我們要把這兩個數值加起來了 就是594 和9 加起來 那就等於603元 就是這麼簡單 好 繼續我們再做下一題 這次要怎麼做呢 她說 又有飯碗 茶杯 茶壺 茶壺 那我們呢 這個李太太 她要買茶杯四隻 和茶壺一個 總共需要付多少月 即是說 我們要將 茶杯需要的總價錢 要加上茶壺需要的總價錢 這兩樣東西的總價錢 就加起來了 由於茶杯是有四個 所以我們就是把茶杯乘4 茶杯的價錢乘4 然後茶壺的價錢是148 所以我們算一下 記住我們要乘法計算 然後才算那個加 所以總共這裏是 要380元 記住 如果要有寫答句 或者那些提解的話 記住 你們自己考試的時候 跟回老師所說 平時 老師要你們做功課 要寫哪些提解 哪些答句 你們要自己跟回 知道嗎 我這裏只是教你們 這個步驟 如何去思考 如何做 我不寫了 那些格式 好 然後下一題 飯碗是本星期的精選貨品 買五個或者以上 每個就減收18元 咦有得便宜 如果買五個或以上 每個就收少些錢 那林先生呢 他買了飯碗半搭 好 還記不記得半搭 即是甚麼意思 半搭 即是六隻 他買了六隻 是否即是五隻以上 是啊 即是說 我們呢 是有得用這個優惠 那就是總共需要付多少錢 好了 我們寫了 即是說75元 本身是75元 現在每隻就減收18元 咦 那這個就是一隻的價錢 一隻的價錢 接著之後 留意 這裡我們要加了括號先 然後才乘6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一定要這樣 記不記得 我們甚麼時候 那些括號是必須要 甚麼時候的括號是不是必須要 就是如果我拆了這個括號去 然後他再計的時候 如果跟我本身有括號的情況 計的答案是不同的 那這個括號就是必要 那為甚麼這個括號是必要 因為我們必須要計這個減法先 我要每一隻減便宜了 然後才一次過乘6 這個括號裡面計的數目 就是代表飯門他減了價之後 他每一隻的價錢 然後我要乘6隻 這樣就是最正確了 所以我們將75減18先 然後一次過乘6 所以答案就會是342元 342元 繼續最後這題 他說 商店本星期就買出飯碗504個 如果商店每天營業9小時 平均每個小時賣出飯碗多少個 平均 甚麼是平均 即是如果我這裏有504個飯碗 我平均分在9個小時裏面 即是好像一路一路 大家每一個小時的數量都一樣 這些就叫平均 很明顯這個要計平均 所以我們這裏要怎麼計 留心 每個小時賣出多少個 他前面這個數值是甚麼 今個星期 今個星期 即是說 我們一個星期裏面 有7天 然後 每天是營業9個小時 即是他今個星期營業了多少個小時 他營業了7乘9等於63個小時 所以是504除以63 有些同學說 哎呀我不會除 這裏多位數來的 是嗎 那很緊要 我們首先 把它除了7 然後再除以9 即是說 我首先計了這裏504隻 平均每一天 是賣出多少個 好了 7 7 49 然後14 7 2 14 這個72 就代表每一天賣出多少個 將72除以9 就是每個小時賣了多少個 因為每一天平均 我們就賣出72個 那平均每一個小時 那就賣出8個了 是不是很特別呢 因為這裏呢 他講這裏是本星期 這個資料呢 是講一個星期 這裏呢 他問我們呢 是一個小時 所以要小心 這些單位要小心 記住記住 我們看題目的時候 尤其是每一隻 每一隻字都要看清楚了 好 今天我們溫習了很多課題了 記得自己都在家 溫習多些了 知不知道 好了 今天的溫習片段 就這樣了 拜拜 拜拜